大家好,歡迎收看維路特備節目 社區我又四 我是節目主持人林志欣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 但貧窮問題依然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今集請了幾位嘉賓上來跟我們談談 究竟扶貧力度是否需要加大 首先歡迎四位嘉賓 第一位是扶貧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新聞黨孔永葉 第二位官堂區議員工聯會簡明東 第三位香港青年會主席民建聯陳凱榮 第四位九龍地區服務小組 香港新方向黃樂賢 第一個環節就是要有一個一分鐘關鍵字 現在我手上有四個信封 裡面都是和扶貧有關的關鍵字 請大家傳進去 每人抽一個信封 公平起見就不要開信封 到你說的時候才開 首先第一位請哈瑋給我們看看你的關鍵字是甚麼 就是貧富懸殊 好請 貧富懸殊 貧富懸殊在全世界都有 香港可能我們看到的情況比較特殊 香港又不是一個很貧窮的地方 大家都不會擔心你沒有食物 你不會餓死 但是在貧富懸殊 我們說的是大家本人的入息 和資產上的分別 香港在全世界都有說 很多地方都是窮人愈窮 富人愈富 香港現在我們經常說 為何我們會愈富愈貧 主要是因為貧窮線 一直以來都是說一個相對貧窮的概念 變相令到愈貧愈貧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要做更多的工作 去重新去制定貧窮 令到我們貧富懸殊的差距可以熟責 好 謝謝 那請阿東去跟我們說一下你的關鍵字 扶貧政策 請 香港扶貧政策基本上就是 集中在中門 大家一定會知道 因為剛才好像永業所說 其實我們沒有設置一條真正的貧窮線 變成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 每個家庭或每個部份領長者 或者家庭的入息和資產 是否達到政府的要求才可以申請一些資助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的政策就是所謂的金錢的資助 另外可能會幫助他們在失業一些補助 你看到現在乘車會有些資助 令他們可以在八達湯有些回贈 諸如此類去幫助一些低收入人士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一個很全面的扶貧政策 或是一個地方去見識等等 其實這些他們面對的問題 可能跟基層的婦女 基層的爸爸媽媽 以及基層的長者不一樣 我又舉個例子 我在自己地區接觸一些基層的長者的時候 可能他們真的每個月拿著三個金綜援 即是慢慢救他們吃飯 救他們生活 小朋友又沒有照顧他們的情況下 可能他們需要政府的支援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往往我們講到基層市民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觀眾都不要一概而論 覺得就是這一類 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 年齡層 群眾都不一樣 我們真的要好好去想想怎樣幫助他們 好 謝謝 好 最後Kobi 誇代貧窮 請 我抽到的字就是誇代貧窮 其實我覺得誇代貧窮 其實這個情況在香港都非常普遍 因為其實我們都見到有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基層的家庭裡面 他們的父母可能在育兒方面的知識未必很多 他們也都要為了他們平時的生計 所以疲於奔命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照顧他們的小朋友 所以其實我們都見到 很多一些基層家庭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得到的資源就比較少 所以就令到他們可能在未來的發展 也都會受一些限制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也是一個很核心 我們很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 真正很精準去幫我們這一班 基層的市民 基層的家庭 基層的兒童 其實他們就很難可以跳出到這個框框 去真正解決到這個誇代貧窮的問題 謝謝Coby 接著我們進入自由對談的環節 一人間我會提出一些問題 不一定要四位都回答 你們亦可以互相做一些交流 其實剛才大家都提到貧富懸殊 有些數字都反映到這個狀況 香港最窮和最富裕的一城住戶 那個月入中位數差距 其實在疫情中擴大了 19年疫情之前是34.3倍 擴大到上一年首季 47.3倍 其實反映疫情是加劇了貧富懸殊狀況 你們會不會在區內都有這樣觀察 我先說一下 對不起 因為我剛剛負責的地區裡面 就是很多一些舊區 舊區有很大的老大難的問題 就是劏房 我就服務很多劏房 以我自己服務的石壺區 這個選區為例 它有超過200多棟的山毛大廈 我們也統計過 根據21年的數字 人口普查的數字 應該超過有2000多戶的劏房屋 在疫情中 其實我們都接觸的劏房屋 絕大部份都是低收入 以及最重要是低學歷 這班人就是手停後停 在疫情當中 大家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防疫措施 尤其是飲食業那些 那一班就變成在這段時間 真的停收入 我們也接觸過很多 有些街坊 他們相對的求助 是連交租都成問題 連交租都成問題 在這些情況下 政府有中環 有很多不同保底的政策 剛剛馬東哥都有提過 但是很多時候 你要申請這些政策的時間 你是需要有一個審核的時間 就是文件、Admin這些工作 是需要一個漫長 可能你沒有三多月是做不到的 但是人家下個月已經交租 那怎樣處理呢 這個幸好就是 我覺得就是 雖然我們這地區人士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例如我們 當時我找了我們黎sir 黎動國學議員 他以和不說 拿了一萬元出來 就捐出來了 我們就即時包圍度過這些難瓜 即是在這個時間 我們很感受到疫情 為何會加劇這個貧富懸殊 就是因為他們手停後停 收入真是驟降 而一班比較富裕的人 相對來說 他們可以工作從家 對收入來說 不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想補充一下 我覺得貧富懸殊 這個詞 我們經常會著重在錢 但其實我認為懸殊 是比錢更加多的 包括在你的人物 你的關係 你的形式 對社會認知 那個懸殊也很大 我舉個例子 有一些家庭背景比較好的朋友 可能他剛剛在這個行業 因為疫情影響 失業之後 他立刻可以找到 第二個朋友介紹 就轉到第二個行業 做到了 立刻找回工作 但相反我認識一些 可能比較基層一些的家庭 做可以飲食業的 一失業之後 他是完全沒有辦法找到工作 那麼他也不認識 足夠多的朋友 可能有時候會來 我們社區辦事處的求助 看看有什麼工作適合他們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概念 可以托闊一點 真的去到他的 對社會認知 他社會人物的資源 其實都很懸殊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 在疫情的時候 你會看到 那種貧富懸殊 是會加劇了 就因為本身 有資源背景 厲害的人 他很容易可以回到身 轉到身 他就去第二個行業 繼續賺到錢 繼續生存到 但相反 比較基層的家庭 可能真的需要 我們社區辦事處 外了一個街坊的 一個很有平台 原來這個餐廳請人 不如你去試一下 那個餐廳原來都需要 等人用 你又可以去試一下 這樣可能真的幫到他們 去維持到 我們也是經歷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觀塘區 觀塘區容易去看到 因為觀塘區是18區 最窮的 第一是第二 因為我們經常都轉 我們在社區裡面的觀察 就知道 大家出去吃飯 上班時間搭車 我們就很看到街坊 少了人到街吃飯 店舖經常跟我們反映 沒有人下來 生意不夠 搭車看到一些鬆動了 其實正正看到他們 上班的機會少了 上班的人數也少了 正正就像你所說 他們的收入是下降了 所以怎樣能夠 在一些基層區幫助他們 或者有些機會 可能我們是 開始探討一些新的東西 等於我們上個星期 我和鄧家彪 嘗試想想 會不會在觀塘 例如推夜市 凱甸 因為海濱沒有人用 沒有人住 就不需要影響到市民 會不會想想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純粹概念 會不會想一些新的東西 去推 無論是旅遊業 去帶往附近的經濟 令到多些就業 無論是小本經營也好 無論是生意也好 因為如果只是一些人來到 只是去尖沙咀 或者某些大財團的商場去幫襯 我想可能對附近就業 一些基層區會差一點 所以可以在這些地方去想想 不如我分享我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是獨公公政策出身 所以我就會去想想 例如貧富懸殊 或者扶貧政策這些情況 例如我們平時在地區 接觸很多市民 我們看到政府好像做了很多扶貧的工作 但其實有時候 可能我們自己都會很心痛 為何那麼多人還住在龍屋裏面 為何那麼多人還住在劏房裏面 其實我們的政策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多呢 其實我平時去地區 看黃麗仙區和街坊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都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基層市民 他們面對的問題 他們每一天要做的決策 其實比我們社經地位高的人 是多很多的 我舉個例子 我們平時上班的時候 例如我們基層的街坊 他們可能就會想 我今天要不要早一點出門 因為早一點出門 我走遠一點 可能我去港鐵優惠站 我就便宜兩元 又或者是 我甚至要再早一點 8點3便出閘了 地鐵又可以打個折 有一個早晨優惠 但是其實 如果你社經地位高一點的人 其實你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遲到 或者我今天很累 我不想那麼早起床 我乘的士便可以 甚至可能有錢一點 我有司機 所以其實這件事 不是正正就是 貧富懸殊很大的一個表現嗎 你想想 其實我們基層的市民 他們很多時候 都要面對這些決策 因為如果我們要 真的做一個好的扶貧政策 其實不是說 我只是給錢他 而是說 我先幫他解決 他們現實中遇到的問題 然後再受人異遇 不如受人異遇 我不是只給錢他 我再給他一些技能 因為如果我只是給錢他 或者我立即就解決他的技能 其實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他根本沒有這個精力 沒有這個時間去幫我 就是幫他自己去想 我未來是怎樣 他只是在想 我今天上班要怎樣 我今天三餐都不計位 又可以怎樣 所以其實可能這個情況 都是我自己對於貧富懸殊 或者我們平時接觸到的 一個扶貧政策的一些小小的想法 其實大家都帶出了一點 就是貧窮不只是說收入的差距 或者是社會孤立 或者社會網絡的不足 其實現在都有一些政策 嘗試去處理這個問題 譬如貨道性房屋 其實就是去處理社會孤立的問題 另一個角度我想提 就是譬如我看新加坡的扶貧 他們都是用選區作為一個單位 即區議員的其中一個KPI 就是要去找那區的一些貧窮狀況的資訊 其實你們做開區 本身認為對於區的貧窮人口的一些結構問題 剛才也提及過其實貧窮有很多不同的群體 有些是青年貧窮 有些是老人貧窮 大家面對的狀況會有分別 其實社區作為一個單位來說 即對於貧窮的資訊有多大的掌握 這個問題找得很好 其實真的好提及不同的區 是否真的有貧窮的人口 就像剛才東哥那樣提及 在觀航空已經知道18區裡面 數一數二已經是貧窮比較多的情況 你不會在半山區做負貧 不會做這些負貧政策 但也很需要了解一下 究竟那群住在那區的人 他們本身是甚麼群體 例如深水埗區會比較多些 旺角阿深水埗區會比較多的小數族群 例如我們北區 其實我們發現多的是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新移民這群很多 而我們發現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時候我們接觸的個案 就是他們是拿中援 但很多時候他們都反映給我們 我們不想拿中援 但他們是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的原因是因為我要帶著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上學放學 這件事我也要照顧他 煮飯 就是因為小朋友 要照顧這些小朋友的時間 他就不能出來找工作 沒錯 社會上是有一些保姆 就是他的保姆 亦都會有一些托管 但在普通上面其實是不足的 例如說托移的設施 你需要那個小朋友放學後 你要找人帶他去托移的設施 如果我回到工作我怎麼走呢 我走不走的 這些是對於他來說 好像我有個政策 有個服務在這裡 但我好像未必用到 可能社區保姆是否這麼容易弱到呢 現在都知道 其實可能有些提倡 社區保姆會不會 可能扩負一點點 加多一點津貼 現在有提到 但是可能都是 不是即時可以見到 可以幫到他們的事 所以在不同的社區 以一個小區來做單位 在地區人士的責任就更大了 政府都在說我們要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有個名單 你怎麼找這個名單出來呢 政府會不會 有沒有這樣的資源 和你去慢慢逐家逐步拍 政府裡面都有很多繁複的文件 大家都知道 很多不同的關卡要過 所以其實是靠我們地區人士 我們當時幫人問政 當時大家都應該有做過 包這個抗疫包 我們真的逐家逐步去拍 送上去 我只是少少一個船 少少一個船區 社會區只是舊區 我們就是拍攤訪送這些物資 用了一個星期時間 出動了30天 才做得完 所以你必須要靠我們 去了解到 那個區現在的情況 他們本身的背景 我們才可以對政策 不過硬件 軟件兩人都要 人 就是剛才要知道人的名單 你要去探訪 或者去做一些 survey 你才知道它的狀況 但是香港很特別 很多地不是掌握政府 變成我找不到那麼多服務的點 譬如你開去內地 舉個例 可能有些類似街道辦的物體 我試過去探訪一個很大的 說的是幾千呎 裡面都有所有的 就業諮商中心 老人的做運動 托兒的也有 有很多這些位置 如果香港要推這套 其實想這些地方是要的 如果不是 好像永業所說的有個問題 可能家裡有個小朋友 你要帶他上班 但你真的要放下他 現在香港通常 托兒的政策就是很大的區 我們做的調查 是有的 但可能跨了15分鐘才到 如果你作為一個在職的 或者是母親 你想去找父親 需要處女父母 你想去做 你做不到這一點的 其實 15分鐘一個來回 中間還未算 突然間 你小朋友有些什麼事 你可不可以回家 做這些接軌 或者他不舒服 所以香港現在的情況 是有制裁的 所以對於基層來說 它更加困難 它又不會有錢請到工人 加上現在我們公共政策 通常的父母 都是和子女分開住 沒有了支援 所以他要靠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 要是就好像他所說 拿中援 但有些人做不到事 東哥剛才所說的 其實在我黃大仙區 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好像在第一次 地區諮詢會那裡 其實我跟特首說 我說我們黃大仙區 只是0至2歲的 幼兒托兒的服務 其實是很不夠的 即是說我們2021年 有三千零八十個 兩歲以下的幼兒 但只有三十一個位 一百個人欠一個位 你想想我怎樣去排 還有可能有時候政府 就會說不如跨區 會不會其他區 可能有多些名額 你可以去 但其實他們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基層的市民 他們真的多回一個小時 就是一個小時的錢 還有他們很難說 真的我上班之前 我還有時間 送個小朋友 去第二個區 之後我再上班 其實這個時間上的來回 或者交通費上 其實都是很多 再者就是說 其實他們 除了兒童之外 其實長者的情況 其實都很類似 我們也有問過一些街坊 其實他們也有說起 你長者的日間服務 其實他們說是9點至3點 但你想想你在香港 正常一個上班族 9點到6點 還未計算OT 我們計算8點 9點都未能收工 你想想你 怎樣可以 真的做一份全職的工作 然後放你可能的老人家 你家裡的時代長老 去護老院 之後你再接回去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行 所以就是說 我們怎樣可以 透過這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不只是有個政策 不是說我做托兒 或者我提供這些配額就可以 而是真的 都是切實實的 適合的一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例如這個服務時間會不會長些 或者是會不會是同一個區 可以多些 例如一個大區 裡面有不同的小區 去提供服務 不用說我一定要去一個點 才可以找到這個服務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考慮的地方 第二方面就是說 在疫情期間 剛才永業你也有提過 抗疫包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之前在做一個 關於開放數據的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找過深水埗的民政專員去請教 他那時候也有跟我們分享 其實他做這個抗疫物資的時候 其實他有收集一些數據 他就知道了在深水埗區裡面的劏房的分佈 知道其實這一棟大廈裡面有多少戶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未來做部分可以做到的 因為我們這樣才可以更加精準 會知道其實每一棟大廈 他們每一戶有多少人 然後他們需要些什麼 我們有這個數據就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未來我們真的要去地區工作 而我們作為地區人士 其實都可以想一些創新的方法 例如我們怎樣可以製作開放數據 例如政府有的資源 我們去做一些分析 再加上我們自己的一些觀察 一些經驗 之後就可以去跟政府說 我們有什麼政策 甚至我們可以找商界 例如他們會不會有一些義工隊 會不會我們基層的市民 他們真的有什麼需要 我們可以連接他們的社會資源 去幫助他們 例如我們平時看劏房 最簡單 他們一家四五個人 然後可能住在八十呎 一百呎的劏房裡面 但是小朋友 趴在床上寫字 其實這些情況 不應該在香港發生 例如我們是否可以真的 找這些義工隊去幫他們設計 一些多用陶式 或者儲物空間好一點的傢俱 其實是否也是幫到他們 我想講到掌握貧困的情況 其實你講 首先我覺得所有人都要明白 究竟那個議員白事處 或一個普通叫服務社 它是怎樣運作 很多時候可能都是一個市民進來 參與活動 或者求助的時候 我們說不如你留個名字 有機會我可以聯絡回來 我們一步一步累積 每一個形式的街坊 網內這樣鋪出去 但有時候問題就是 剛才你說到新加坡的case 可能他一個KPR可以掌握到很多不同的年齡層 青年、婦女、長者等 但落到香港的case 他會發現 很多年輕人是不願意 或者他不是很想 去找一些地區辦事處求助 可能很多種原因 因為他上班沒有時間 二來他自己不太願意接觸 例如去醫院 他覺得這件事有些保持距離 相反呢 可能長者很願意去我們辦事處 找我們求助和我們聊天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對長者的貧困情況 掌握是比較高的 包括在政策上 醫療券 細化到夫妻的醫療券 如何分配 等等 你會看到那些政策很符合他們的需要 就是想說去到青年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在說 我們怎樣做青年工作 怎樣什麼政策去幫青年人 開發言 原來我們掌握得真的不夠 其實某程度上你說得對 很多議員包括我們自己本身 都很想多些年輕人進來 講出你的想法 我們可以多些互動 但是過去的時候 包括可能有政治的原因 有他們上班時間 錯開了我們上班時間的原因 所以很多原因 令到我自己覺得 確實掌握不夠 有什麼辦法去解決呢 包括現在推行的關愛隊 他完全與政治無關 是政府推出一個關愛服務 他可不可以提出多些 例如青年人的心理輔導 包括職業的輔導 適合年輕人 例如托管 會不會令到一些多些年輕人 願意進來辦事處 接觸政府 接觸資深 資助架構 然後講出他們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些青年委員會 都成立了18區 又吸引了不同基層的青年 不同界別的青年人 可能他們會講出以往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這樣可能 未來透過這些方式 我們可以掌握得多些 但是坦白說 現在這一刻 包括內地不同的城市 街道辦 那種情況真的很不同 是 說到扶貧如何貼到地 可以落到區 其實近來政府有些構思 其實都針對你們剛才說的問題 因為你們認為 那個扶貧 其實亦都是希望那些人 真的自己找到工作 不是純粹靠問政府 去拿錢買資源 最近在談及釋放婦女勞動力 其中一個就是在50間小學 做一些課餘的托管 和深水埔會試行社區客廳的構思 另一個就是關於低資入劏房戶 就是被一些非現金津貼 去搬去一些比較適切的居所 因為始終排工屋都要一段時間 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政府這些新構思如何落地 怎樣落地 其實宣傳有重要 是 因為剛才我們經常說距離很遠 我們經常想 由議員或政府行為 怎樣去到普通市民 其實那套Bonding 就是那個資點是過去很遠的 怎樣能夠令它再近一點 宣傳到這個是重點 因為剛才提到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服務店 和我們住的地方 如果太遠距離 它能不能支援到呢 那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小學 當然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知道宣局提出了這一種事情 怎樣能夠令這件事 能夠擴闊 在深輝堡觀塘之類 令大家都受惠 那我想 凱榮剛才說得對 關外隊可能是一個 關鍵的 一個機會 我覺得政策落地 其實主要就是 這個政策 我們應該是主動地做 還是被動去做 剛才可能大家都有提到 現在政府有很多補底的機制 你中環也好 你一些 長者生活中條也好 其實你都是要街坊自己去申請 自己去申請 好了 但現在說一個 用學校來做單位 做一個托義的服務 其實 現在的想法就是 為一些NGO 為一些事前機構 去承辦整個項目 其實應該要做到 就是用主動出擊 即是說 我這些NGO 我承辦了這間學校 其實應該和學校多些合作 了解到他們現在 這班學生裡面的結構 知道家庭大概的狀況 那你就可以主動衝擊 就是去直接問他們 你們是否需要 或者有一個社工 外展的社工跟進 那你就更加可以 將政策落到地 可以散開一點 即是不論是 剛才說的 和社區客廳 社區客廳 你單單一個客廳 就沒有用 好像原辦事業一樣 你單單一個原辦事業就沒有用 我們要做街站 我們要有外展服務 我們要到社區裡面 我們要逐家逐家 跟他們去登記 跟他們去溝通 他們才會跟你有一個聯繫 才會有一個交流 那你的客廳才會有人流 你的議員辦事處才會有人來 要落地的話 必須要配合我們 一些主動出擊的工作 我覺得 首先 剛才說的那個試點計劃 我相信我們都支持 但可能都要解釋 為何他可以釋放婦女 因為重點是釋放婦女勞動力 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在區區的感受很深 很多的媽媽 可能四、五點要接小孩放工 她沒有辦法 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是六點鐘下班 然後接小孩 因為她的時間匹配不到 如果那間學校 可以允許小孩 留在六點後 七點後 那媽媽就可以下班 接她 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你問我 如果有五十個學校做試點 當然我們不可以 太理想一次過 全香港鋪上去 但如果相反 如果在類似基層 多少學校可以這樣做 其實真的會令到 那些婦女 願意找到一些工作 可以做得到 同時我自己想多一點 反過來你想想小孩的角度 可能四、五點放學 現在要我留到七點鐘 那會不會變相 除了我們正路 可能在想 找一些功課班 老師就拿著他做功課 之外會不會 例如有些團體 會搞到一些workshop 等他們在學校 有些事情可以玩一下 做一下 所以一定要做功課 我們參與了其中 我們幫小孩一起 學一下東西 興趣班 做一些workshop 然後她開始有七點 那媽媽來接她 我覺得 很多事可以探討 我也值得試 我很支持 我也很同意海榮所說 因為其實我也有去讀過 這個 學校託兒的服務 因為我是自己 在兒童事務委員會 其實我也很關心這個項目 因為其實 據我所知道 現在在香港做課後 課餘托館的服務 其實是很多區 都在排隊 就是說根本是供不應求 所以其實 政府去推出這個項目 其實是好事 因為你說你全香港 可能你的家長 其實他們不知道去哪裡找的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輪候策 最多就是每一間NGA問 你有沒有位 反而就是 現在很定點 在五個區 去嘗試去做 在學校那裡做 其實就是 第一 提供了更多的位置 第二 其實也是彌補了 我們本來是NGA 去做課餘托館的一個不足 因為其實NGA的地方是有限的 但學校 你想想 又有操場 又有音樂室 你有很大的空間 其實是給一些小朋友 可以真的 除了做功課之外 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探索 就像剛才阿凱明所說 其實Workshop 這個其實是很可行的 因為其實NGA 他們進去學校 去做這個課餘托館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都會請一些老師 即不只是看著他們做功課 而是真的已經有plan 他們可能會教他們一些項目 例如STEM的項目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的大方向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除了讀書好之外 其實都是多元發展 再加上 例如說 除了他們 真的上一些Workshop之外 其實在學校練一下球 其實都很好 對不對 這些群體活動 對於兒童的發展 其實都是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我還有一個補充 大家想開 因為有時跟家長聊天 他們Care兩件事 一個就是局質素問題 第二就是安全問題 如果我們做這些託館 政府或NGA 在學校裏做得比較專業 是令到他們覺得 小朋友參加完 是一個好和得著 他們會願意參加多些 如果他們說 我強行為了上班 而放下的小朋友 又有負面影響 例如小朋友會癒了 影響了他們做功課的時間 晚上做10點11點 可能他們就會去思考 平衡究竟樂園 好不可以放下小朋友 這個課託呢 所以如果有質素的 專業一點 我覺得從這個方向去 可能這件事會更加好 這個想要提出一些 所以我們新聞黨 在今次的施政報告 我們都提供了一個建議給政府 就是現在現有的 托兒的設施 其實政府可以考慮買他們的服務 我們可以即時提供了一些 托兒的名額出來 令到我們這班婦女 有更多的勞動力 可以釋放出來 講到兒童貧窮 我就想連到 Coby剛才的關鍵字 就是跨代貧窮 因為近來較大 都有些數據 就是關於基層小朋友 和中產小朋友 即入讀大學的機會 其實中產是兩點幾倍 即多基層小朋友 另外我們看回兒童貧窮數字 其實四個小朋友裏面 有一個是貧窮的兒童 而如果我們看回研究調查 其實如凱榮所說 我們可能說 小朋友貧窮 他未必是會餓死的那種 而是他那種社會網絡 那個自尊心 那個情緒 人際關係這些上面 可能是比起中產的小朋友 是會比較弱的 現在我們有共創明天計劃 嘗試透過介入這些家庭的教育 去增加小朋友理財能力 或者他們社交網絡等等 譬如你們認為現在的政策成效是怎樣 以及加入是怎樣 因為現在都是十幾歲開始加入 需要不需要更早 可能是五六歲小學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服務 會不會過成效更快 那不如我先說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是工作名簽的導師 就是我做mentor 我自己也是兒童發展基金的委員 所以其實這兩個項目 其實都比較相似 例如以前發展基金 他是面向高少以上的小朋友 到初中 而初明天計 就是中一至中三的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些項目是好的 是真的可以幫助小朋友 他們去開闊他們的眼界 建立他們的理財觀 他們更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因為他們體驗多了 平時在家裡很少可以接觸到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些政策 其實都是比較短暫 因為其實我們基層的家庭 他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平時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照顧小朋友 你想想我們這麼遲才去介入 其實都未必是很幫到他們 因為特別是小朋友 他們腦部高速發展的時候 是說六歲之前 現在我說的兒童發展基金 都是說是高少才開始 即共產民體更加遲 這些項目是好的 但是如果我們更加早去介入 其實是更加可以幫助 我們這班基層的小朋友 是真的可以做到跨大貧窮 即是解決到跨大貧窮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也看到坊間 其實有一個項目做得不錯 即是一個叫賽馬會同量計劃 他就是面向幼稚園的小朋友 其實他就在全香港有五個區 都做了一個叫同量館的項目 其實是一個社區的中心 之後就給小朋友 他們在裡面去玩 不只是普通去玩 而是透過一些遊戲 特別去設計 是讓他們刺激他們的感官去 即是感官的發展 語言能力 還有其實他是一個 醫社教的合作項目 不只是讓他們玩 他還會有一些可能 一些身體檢查 例如眼科 例如牙科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對於基層家庭來說 是很貴 即是他們很難 才會給到錢 給他們的小朋友去看的一些專科 還有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那個項目 他也有給一些基層家庭的家長 他們有一些課程 教他們怎樣去育兒 因為其實從一開始 我說跨禮貧窮 這個key term的時候 其實我也提過 其實他們基層家庭的家長 其實他們的育兒知識 未必有這麼多 可能社經地位高些 可能他們會比較知道 怎樣去教一個小朋友 但是基層的家庭 他們真的很少時間 真的去鑽研 你想想一些中生的家庭 他們有小朋友 他們未生出來 就開始看育兒書 想要怎樣去教 但是基層的家庭 其實他們每一天 就是胃口奔馳 已經是很辛苦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未來如果我們真的想 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 其實可以參考類似這種 真的多界別 跨界別去合作的項目 這樣才是 由早點的時間去介入 才是真的可以更加 長遠去解決到跨代貧窮的問題 上個星期 我和鄧家彪做了一個 叫告別劏房的一個 研討會 請了一些不同的專家 正正有一個 就像Coby所說 有一個醫生 醫生 醫生 正正地說 小朋友的發展 腦子 從小開始 最重要 有100克 一直到600克 整個腦子發展 是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 要講這個概念 為什麼要告別兒童 所謂告別劏房 其實就是想幫助兒童 其實你說消滅劏房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自己覺得 在香港特別是這個環境 但我們怎樣能夠幫助有兒童的家庭 能夠令他們提早上樓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想推的點 怎樣幫助他們 因為當小朋友的成長 已經是一個很不適合學習的地方 或者比較窮 無論他的自尊心 無論他學習的環境 我先不算他有沒有錢 去補習主持女 或者是家長教不教他 但我起碼我們在環境上 去試試幫他們 如何能夠令他們舒辱一點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課堂 建立各方面 如何去幫這批 相對貧窮的小朋友 家庭 我其實在誇代貧窮 我經常都想提出來 我發現很多基層的家庭 其實他們都是很友善 很好的人 但他們對於金錢 是沒有很好的觀念 我經常很想提倡 將儲蓄的觀念 理財觀念 帶給家庭 政策推動最好 舉個例子 我們以前有一個政策倡議 就是會不會有儲蓄的計劃 給基層的爸爸媽媽 例如說 如果政府每年會派兩千元 三千元給基層的家庭 如果你不拿出來 你繼續擺在那裡 政府會繼續返回一部份給你 你拿出來的話 都可以 但可能就沒有了額外的部分 那就鼓勵家庭 可能一年 兩年 三年 在小朋友一路儲存下去 他又不用扔錢下去 因為政府本身是一種津貼形式 好像我的消費券一樣 但你不拿出來 你儲蓄下去 可能政府就會給你多一點點 這樣鼓勵他儲蓄 可能去到小朋友18歲出來的社會時候 他有一筆錢 他可以讀Master 可以去進修 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 甚至那筆錢 我已經教他做小小型的Start-up 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是一個很實質的幫助 而且最重要的是 從小教他 貧窮不是問題 你要學會什麼是儲蓄 什麼是理財 可能會改變很多 但是 在過去我知道 因為始終銷錢額大 而來 可能整件事是複雜的系統 所以一直沒有推過 但我知道在有些國家 是有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值得香港研究一下 因為你要教他怎樣理財 但我插一句 一定不可以令到他減少了他的資助 如果他供完那個款 可以扣了他去申請不同的援助 這件事就行 要計算 要計算 其實說到跨代貧窮 剛才海雲有個不錯的切入點 就是因為有些學者說 跨代貧窮你要針對對像 就不只是下一代 因為我們身後好像把政策 重點擠到亡子成龍 因為現在共創明天也是 我們要服務對象系小朋友 但真正的問題來源是 父母也很窮 所以剛才海雲提到 可能一些儲蓄計劃會幫到他們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職貧窮 也有人提到 是否需要在香港撤留 一些最低的生活工資 這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還未談到 就是一些長者貧窮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說發展一個銀發的市場 一種當然是說 那些長者本身是沒有財政問題的 只不過是他們想有些生活意義 應該是有一些工作適合他們做 但另一種是說 真是很老 還可能是要推垃圾車 要去賣紙皮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將會施政報告出爐 對於今屆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 大家有甚麼期望 我會期望多一點有關於 剛才提及過的在職貧窮 其實我們現在看回 現在的在職貼 即是低收入津貼 低收入津貼 其實是會跟隨你每個月的公事 以及你的收入 你來定領取多少錢 但它不僅如此 另外一個津貼是給小朋友 它是由一千千二十四千四 但其實我們想回 即使家庭賺多少錢也好 孩子的支出都是這樣 不會說你賺多錢 孩子的支出會少了 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提倡希望 在未來的施政報告當中 也會在這裏有些細節 就是我們可以劃一拿一千四元 劃一拿一千四元 那小朋友就要多一點資源 不會因為我懲罰家長 如果想你做多了 你的薪金多了 超過了 那我就會給你少一點資源 那不會這樣 希望可以在這邊 有些少少不同 洞呢 在職貼困 我們作為工聯會 一向都很關注 因為經常推低工資 我們都不斷去說 但怎樣能夠再幫助多一點 其實我們這個課題 現在我們是不斷去想 因為你看到 雖然失業率很低 你看到二點多 大家都覺得 其實失業率這麼低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窮呢 以往我們經常說 一些資歷階梯的事情 在香港 政府一直都沒有做 缺了 就是 由學歷以外 怎樣有資歷 例如某個行業 做哪個行業 是能夠專業的 我拿到這個資格 我就能夠拿那個薪金 那你變成 除了讀大學 讀一般的學生學 那些之外 我能夠有生存 或者我上班 拿到一個好的回報 這個是我們需要給他們 但香港是缺 我覺得做一些朋友 這個位置 我們經常都覺得 這個事情要開始推 否則我們就越來越窄 希望小朋友 讀到 D.I.C.考得好 入到大學 希望盡量讀多些 找多些人工 但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當市場越來越多 大學畢業生 大學已經不值錢了 大學已經不值錢了 人們只是說 要起碼要Master 可能要PhD 才能入場 你想想 那些小朋友 我只是讀書 不夠了 怎樣才能夠幫助 再次貧窮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起碼這個位置是要退 否則我們只是 一些補助 不斷付錢去貼他們 不夠 第二 我想提及 關於長者的貧窮 我剛才有個點 我經常研究一個位置 我對於公屋的政策 不斷把長者和年輕人的子女 分開住 分得很遠的區 我是很有感受 例如我觀塘區 我自己服務的納鐵 很多長者是獨居或雙佬 就在藍田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當她小朋友 畢業讀完書 她或者要結婚 或者她找到一份工作 是持養的 她就一定要離巢 因為公屋資產審查 那她一般一定會申請 就是甚麼呢 偏遠市區 一般可能屯門元朗 天水圍 她們可能去了那裏 結婚 去那裏生小 我想問一句 你想想 去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以外 她怎樣回來 看那些長者 她又照顧不到她 她那邊又窮了 老人家又自己要搞自己 我又幫不到她 變成大家互相貧窮 我覺得其實公屋政策 如果有些改善 其實都會幫到這個問題 無論是年輕的年輕家庭 甚至是長者 互相的支援 金錢上 照顧上 我覺得會做得更好 私情報告 有人的報告很多 很大很廣闊 我反而想說一個願景 就是我希望特首和他的團隊 可以令到社會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不同的人群 做到他應該和想做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 年輕人適合畢業的時候 他要讀大學的話 他本身是想成為一個白領 上班人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相反而他想做廚師 他可以下去做廚師 長者不是要求自己發達 他可能是很簡單 在家裏有個很安居的小朋友 去探討他 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每個人在社會 可以去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這是一個理想社會的環境 所以你例如 剛才說的長者扶貧的時候 在我角度 我經常覺得 很多的長者 他的福利其實都不少 包括生活上的長者津貼 包括公屋其實對長者都比較友好 我們又會提供很多娛樂的活動 不少的長者 你問我 是沒有大家感覺上看報紙這麼悲觀的 但是相反 很多時候 最悲劇的是一些特別的情況 包括我之前最印象深刻 有一個婆婆的消費券 原來她說了很久 是她的消費券給她的兒子 撻走 一元都沒有留給她 所以她很不開心 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是令到本身的政策 幫助她的時候 幫不了她 所以政府你問我 在扶長者的那個政策 其實政府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相反而覺得 可不可以令施政的效率提升 包括有些社工 我們這樣的身份 一些議員白事處的人 可以上去 作低究竟她發生了什麼事 情況又如何 匯報給政府 糾正整件事情 我覺得對長者已經很好 但對小朋友 年輕人來說 就真的在說 我覺得社會的觀念要轉 不單是政府 是整個社會要轉 不是人人都好像社交媒體 要成為那個打卡 每天去美酒店吃飯 那種叫做富貴人生才叫成功 很多年輕人 願意做過警察 做過消防員 做過廚師 做過百嶺上班 每個人適合她的位置 社會自然就會還行得很好 但問題是 如果她在做廚師的時候 她買不到樓呢 她有沒有辦法結婚呢 生不生到小朋友呢 政府要確保 就算我是做一個正常工人的時候 我都買到樓 我都結婚 我都生到小朋友 我都可以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這樣一個社會就為之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圓景反而我希望特首說 我們不是追求人人都發達 人人都很厲害 很討厭 而是每個人都做到他想做的事 我覺得就叫做成功的施政報告 Coby很快 因為我們夠時間了 同意海人所說 其實是宏觀一點 例如不同的人群 我們給予不同的一些政策 例如兒童的 會考慮像我剛才所說 我們每一區都有類似同兩管 這些政策 真的可以精準一點 做到這個跨裏貧窮的問題 例如在職的 其實我們平時做的交通津貼 其實是可以的 但其實到十月尾就沒有了 即是說 又會把門檻提回到400元 很多我們 好像我們黃達仙區 很多街坊 都是為了省交通費 所以真的去隔離 那個區就去上班 其實提到400元 其實他沒有什麼幫到他 沒有什麼受惠 類似這些政策 其實真的可以幫到解決 在職服務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做多一些 例如說可能長者的話 其實除了剛才所說的那些 其實我也有遇到一些 街坊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是很多年前 透過租債時期 我買了一間屋 之後因為他有這間屋 有一個名字 是在他們那裡 所以他們申請不到任何的資助 所以其實這班 但其實這班 因為他們是沒有一個收入的 他們只是單純因為有一個業權 所以其實就所有這些政策都幫不到他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都可以去想一下 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去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都可能是真的可以幫到我們的長者 是真的可以所謂的脫貧 或者是解決他們比較貧困的一個情況 好 多謝幾位精彩的分享 因為我們今集其實就否析了貧窮這個概念 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它包括不同特性的人 不同地區的特點 相信政府之後要重新畫過一條貧窮線的話 都應該可以比以往更加精準 不知道大家對於貧窮這個問題 有甚麼看法 歡迎大家繼續留言 下一集再見 拜拜